首先,如果我们要选择红菜头,尽量连叶的一棵红菜头 叶的位置 叶的叶是很油润,会觉得像泡一层油 而叶的根部,是选择圆润的位置 因为菜叶就像普通菜芯芥末,炒肉 我打算今晚炒鸡柳,超好吃的 根部和叶部都是分开配搭 之前答应了大家做五款,我会有空拍 尺寸方面,这两个尺寸也差很远 一两个尺寸,其实是小时候的尺寸是更好的 为什么呢?当你吃的时候,它的味道更浓郁 因为它本身是很甜的一个蔬菜 不同,它是爽甜的,不要想着越大就越好 因为它比较大,其实它没有那么集中 它里面的味道会比较淡 而这个尺寸是最适合的 我会用自己的拳头去衡量 如果这些比我的拳头,我会觉得其实是偏大的 而这个有瑕疵 所以到时候我这个可以用来煲汤 这些是细小过的,又很圆润的 用来炒或做沙律都很棒 告诉你们看如何处存 因为你想想,一个人吃多久才吃完 所以保存也很重要 回来,千万不要洗它 这样我就会将叶部的部分 我就会尽快吃 一至两餐吃了大概 我现在给你们看 这样呢,切剩大约两寸左右 对了,大概,没什么所谓 这个就可以留在它 就是下餐我想煮它的时候 我再拿出来吃 然后呢 把纸包住它们 这个可以吃很多天 所以我之后呢 如果再有时间做给你们看 就是 会是 有些是用来做 红菜头的酱 那做红菜头的酱就很棒 茶面包也可以 用来点那些 甘筍手指 用来做零食也可以 再进入家座 好,那这里呢 我吃一半 就留一半 留一半 留一半第二餐 好,我喝了 挺好 好,传得新鲜 那我不一定才吃的 因为我今天吃完嘛 那我可以 例如 后日吃 或者隔多两天吃 都没问题了 除了好 我今晚就 会配少少少椰菜 椰菜呢 就是之前 买了半个回来 接着我又是把它分好了 一定的份量 然后就冰起去 然后 这个是冰了多少天 这个冰了四天 这个冰了四天 完全是非常新鲜 你怎么看到它是非常新鲜呢 在这些白色的地方 如果它不新鲜的话 它会慢慢变少少 发黄 微黄 而且你会摸下去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 它们还是很水分很充足 那我就是用这些 保鲜袋 放蔬菜 那就是 又是超级抗氧化的蔬菜 高纤维 又是有很多 营养素在里面 那我用一点 然后炒个鸡柳 好 这里 又有 豐富蛋白质 当我炒的时候 就会用一茶匙的蒜蓉粉 加半茶匙的香草盐 就搞定了 你会用一茶匙的鸡 爽 你呢 好 好